大家好 我是戴景华 也预示着人员之间的再度连接 而《蓝白红》三部曲的独特之处 是在于它作为艺术电影 同时高度自觉和准确地 应对着一个现代史 或者说世界历史的一个特殊的时刻 那就是欧洲的弥合和欧盟的出现 三部曲的一如它的片名 分别对应着自由 平等 博爱 那么它也分别取景于 东欧 西欧三个重要的都市 而三部曲也分别入围了 欧洲三大艺术电影节 那么它影片拍摄在1992到1993年之间 也是在1993年 正是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 欧盟正式成立 世界的格局和世界的历史 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 吉耶斯洛斯基是重要的欧洲导演 而他整个的个人生命经历 他的创作经验 他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 也成为整个二十世纪文化史当中 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世界 因为他作为重要的波兰导演 而进入世界影坛的 他使世界为之瞩目的作品 本身也非常有趣 是出自圣经的十界 是借助圣经的十界所拍摄的 十部电视系列片 其中十界的第五界和第六界 就是《辱不可通奸》 《辱不可杀人》 拍成了标准故事片 叫做《关于杀人的短片》 和《关于爱情的短片》 而十界的系列电影 和他的这两部标准长度的故事片 进行全球发行的那段时间 也正是世界历史发生畸变的时期 冷战终结 苏东巨变 世界历史走向了新的方向 所以这位从波兰的制片厂制度 也是社会主义的制片体制当中 走出的导演 是在法国 在欧洲影坛上 得以扬名天下的 而事实上 他很快地加入了法国国籍 是作为法国导演 最终被写入世界电影史 并且作为法国导演 或者说一个法国人 而词别我们的 当他成名在十界 经由一个 我称之为目间休息的一个影片 叫做《维伦尼卡的双重生命》之后 他拍摄了系列电影 三色 蓝色 白色 红色 而红蓝白 同时是法国国期的三种颜色 也象征着现代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 历史开端处的 文明的信念的基础 自由平等博爱 三个理念 在这个序列之后 他宣布退出影坛 他说了一句 让我们十分感动 也十分伤心的话 他说 在这世界上 除了电影之外 还有很多可做的事情 但是不久之后 他似乎 仍然被电影所吸引 要重返影坛的时候 却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所以 他是这样的一个 短暂的辉煌的 以他的两个重要的影片序列 而两个重要的影片序列 都指向欧洲文明 欧洲信念的根基 在这两个序列之后 他就很早地离开了我们 但是基耶斯洛斯基本人 和他两个重要的电影序列 都有着一个 长期合作的电影编剧 皮耶谢维茨 而这位 人物进入影坛 也近乎一个传奇 在这传奇背后 也是关于欧洲 关于20世纪的政治故事 事实上 皮耶谢维茨 在和基耶斯洛斯基 合作之前 他是一位律师 而且他和基耶斯洛斯基 一起经历了冷战年代 东欧内部的那种 严酷的 奇特的政治生涯 所以他们在一次 两个人都认为 不公正的审判之后 皮耶谢维茨 突然对 基耶斯洛斯基说 也许我们应该重新 回到文明的那些 基础点上去 我们应该重新去质问 那些基本的故事 他同时倡议说 如果我们把世界 拍成电影 不视为一件好的选择 但是事实上 大家想一想 作为基督教文明的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禁令 作为具有训诫 和法律性的条文 如何把它变成电影 同样的问题 也可以用之于三色 自由 平等 博爱 作为基本的理念 作为现代文明的 乌托邦时的信仰 它如何变为电影 而事实上 当三色电影系列 完成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 基耶斯洛斯基 作为一个 伟大的电影天才 从某种意义上 也是20世纪的 一个电影责任 它成功地 完成了这件事 那么我们就可以 具体地来讨论蓝色 具体在这部电影当中 看到 基耶斯洛斯基如何 是在一个 后现代的历史情境当中 用反人文主义的基调 去重现了 人文主义的命题 或者说 它用一个 人文主义者的情怀 去向我们呈现了 这样的一个 非人和反人的世界 三色当中的蓝色 作为法国国籍 当中的一种颜色 它对应着自由 当然 基耶斯洛斯基也说 它也可以是平等 它也可以是博爱 它是一个 关于我们文明的 基本的信念 也是我们文明的 基本困境 真的进入到 这个影片当中的时候 我想 所有看过 这部电影的朋友 都会明白 基耶斯洛斯基 在选题本身 已经表现了 它作为一个 电影责任的特质 当我们想到 自由的时候 作为一种理念 就是那种 不受约束的 不遭奴役的 自主生命的状态 基耶斯洛斯基也说 在这部电影当中 他想问 我们能有多自由 于是我们进入到 故事的情景当中 序幕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女主人公 也就是朱利耶比诺什 所扮演的女主人公 朱利 她获得了自由 在什么意义上 她自由了 一场车祸 夺取了丈夫和孩子的生命 她不再是一个妻子 她不再是一个母亲 她不再是一个世界著名的 作曲家的妻子 她什么都没有了 她什么都不是了 她自由了 基耶斯洛斯基说了一句 听起来不无冷酷的话 他说 如果不考虑亲人的丧失 你不能想象 比女主人公 更奢华的自由处境了 那么换句话说 他所建立的一个基本情境是 自由是以丧失为前提的 但是在整个影片当中 他继续追问的是 在如此惨烈的前提之下 当一个人自由了的时候 他能有多自由 我们会看到 与自由主题相对的是囚禁 或者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所有的一平 事实上 在另一个角度上 也构成了囚禁 我们为了责任 而付出自由 我们为了亲情 而付出自由 我们为了有所归一 有所归属 而付出自由 一旦这些都丧失的时候 我们自由了 可是真的自由了吗 影片的第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自由与囚禁 在整个电影当中 蓝色 与其说对应着自由 不如说对应着囚禁 在电影当中 很清晰地看到 当这一切都发生的时候 自由的女主人公 丝毫都没自由 她深深地被囚禁了 囚禁她的是 两个基本的事实 或者两个基本的元素 那么就是情感和记忆 在电影当中 情感和记忆 是通过两个元素 也是电影语言的 两种基本构成 就是视觉和声音 在电影当中 就是色彩蓝色 和声音音乐 大家都会看到 在影片开始的时候 当女主人公 从车祸的重伤当中 醒来的时候 首先拿到她面前的是 一个监视器 首先被告知的是 她的丈夫和女儿 都没能在车祸中幸存 在监视器上 展示的是那场葬礼 而后我们看 女主人公没有歇斯底里 没有哭叫 没有绝望 没有以头抢地 她好像非常平静地 承受了这个事实 但是在电影当中 一个反复出现的视觉动作 一个视觉语言 就是比如说 在灿烂的阳光当中 在和煦的微风当中 突然蓝色 从画面上奔涌出来 逐渐地幻漫开 逐渐地覆盖了整个画面 在一片蓝色当中 一切都不可见 像女主人公的内心 像那个突然被塞满的 被遮蔽的 一无所知 一无所闻的世界 而在整个电影当中 蓝色作为一个 基本的造型语言 或者说造型基调 是始终延续的 大家记得 当她终于出院 回到家里的时候 她进到房间里的 第一句话说 蓝色房间收拾好了吗 然后我们进入一个蓝房间 很快我们知道 这是曾经她和丈夫 共同创作的那个房间 是有最多的记忆的房间 那不用我说 大家都会记得 影片刚一开始的时候 她使用一个 小全景镜头 去拍摄 那个行驶中的汽车 我们远远地看到 那个时候尚且活着的一家人 我们看到 当母亲召唤女儿 进入车中 车开起来的时候 在车窗飘荡着的 被风鼓动着的 一片蓝色的锡箔纸 那是孩子的棒棒糖 这个时候 当女主人公回到家里 进入蓝色房间的时候 她有一点焦躁地 掏她的包 从包里掏到 那个被蓝色的锡箔纸 所包裹着的棒棒糖 然后她几乎像是 要咬碎一切 咬碎牢笼一般地 把那个棒棒糖 伸到自己嘴里 把她咬碎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延续地 在变奏之中的 一个造型因素 就是屋里的吊灯 吊灯上的蓝色的水晶玻璃 所构成的那个巨大的锤势 大家注意到 每一次女主人公 和这个吊灯的锤势 形成不同的空间 和透视关系 摄影机的那个机位 决定了 她是作为前景 遮挡着女主人公 还是她是通过一个特定的角度 让光 透过这些蓝色的水晶玻璃掉饰 将那个蓝色的阴影 投在女主人公的脸上 继而我们看到 这个自由了的女主人公 因为被情感和音乐 所囚禁 所以她试图逃离 然后她做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 她卖掉所有的财产 把财产转到死者的名下 然后我们看到 她抛弃她身边的一切 而且就在蓝色房间当中 跟她丈夫的助手做爱 一个标演性的背叛 一个展示给自己的背叛 好像她在告诉自己说 我就是这样的女人 当我的丈夫和孩子 尸骨未寒的时候 我已经和别人引好通奸了 她用所有的这些决绝 好像要彻底地了结过去 埋葬过去 只伸出走 接着我们在一个场景当中 看到李凯嘉 向外走去的哲理 她把手伸在石墙之上 当她走过的时候 石墙在她的手上 划出了重重的血痕 就像花絮所讲的那样 朱莉叶从来不用替身演员 她是用自己的手真的划伤了 好像她前面所有行为的一个注脚 这是一种自毁 这是再一次的死亡 她在医院当中曾经尝试自杀 大家记得那个白色的药片 把她的嘴撑满 以至她不能吞咽 她不能表达 但是片刻之后 她把她吐出来说 我不能 这也就是这个影片当中 另外一个重要的基调 就是关于倒亡 关于幸存者如何去面对离丧 丧失和死亡 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 也是接索罗斯基的基调 所谓倒亡并不是为了记忆 并不是为了怀念 所谓倒亡的全部意义 在于杀死死者 只有杀死死者 让死者真正的死去 幸存者才能活下去 这才是离丧背后的真正的悲哀 因为这样的离别之痛 是沉重的 不能承受的 影片如果仅仅到这儿 还不是杰耶斯洛斯基 以杰耶斯洛斯基的睿智 以杰耶斯洛斯基的冷静 近乎冷酷的冷静 主题并没有到这里就终止 主题继续延伸 女主人公忠于自由的契机 来自于她所丧失的一切 还不是全部 那么就是秘密的揭晓 一个丈夫的隐秘情人 已经怀有身孕的女法官的出现 甚至把一个关于 曾经拥有的完满家庭 完满爱情 完满的生活与工作的统一体 的这样的幻象再次击碎 好 我们先欣赏到这儿 接下来再继续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